喂小姐! 喂小姐,是你不舒服? 沒有啦,喂小姐,你來一下 我公公叫我來找你 找我有事嗎? 你也知道,愛勇不是我公公的親生兒子 是他大哥的獨生子 所以他特別對愛勇的分事特別關心 這樣子他才對得起他大哥 你想說什麼就直說好了 這幾年好多人來談這個愛勇的分事 可是我公公他都不答應 因為他知道那些女人都愛愛勇的財產 你到底想說什麼? 我是不會懷疑你的動機 可是愛勇也不會 但是我公公他那個老人家 這個思想比較保守 難免他會這麼想 你看,你老婆常常在洗油漬 你爸爸又是個老人痴呆症 難怪我爸爸會這麼想 不過阿勇哥也沒有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可是那個一百萬是怎麼一回事? 我知道啦,你一定奇怪說 我怎麼知道這個秘密 是因為有個黑面那個兄弟 住在我娘家的隔壁 人家說人言可畏 沒錯,阿勇哥是拿了一百萬幫我還債 可是不表示我什麼企圖啊 我是很相信你的人格啦 可是我公公,他是不會這麼想啊 可是我跟阿勇哥,什麼也不是啊 什麼也不是就用掉一百萬 如果真正談到婚價,那還得了 那不是還要用到多少錢喔 說真的啦,你也不能怪我公公有這麼想法啦 說真的,你的人品不錯耶 親自找好就比阿勇好啦 你幹嘛跟人家糾纏不親 讓人家再議論呢 郭太太,你說完了沒有啊 我只是代表我公公喔,來團話而已啦 請你多多包涵 好奇怪耶 奇怪耶 這阿勇到底有什麼事 怎麼跟阿勇回家來 阿邦,你怎麼又回來了 阿邦,我想診所你一個人這麼忙 我還是回來幫你忙好了 我去換衣服吧 兄弟聽,父母聽,鄉有緣 大家大聽,無緣啊 兄弟有緣